我真的以为我可以反抗别人期待的捆绑 做一个真正的自己 可是当我听到冯春春结婚的消息 我才知道 那句话就是书里一个漂亮的句子 其实它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问你听你这口气好像在抱怨我似的 怪我不应该让你读那本书 绝对没有 我就是觉得我太高估自己了 我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 就是 就你说的景地之娃 但是你这只景地之娃还是很不错的一只景地之娃 你这坐井观天观得还不错 观察力非常敏锐 真的 我确实生活在地狱里 我娶了这校长的女儿 校长是我的恩师 传道授业解惑 她做得都非常好 一如也是 大家闺秀 我们曾经感情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美好 有一度我也觉得我是非常幸运的一个人 大学毕业以后我就进了一个出版社 干了两年我就觉得那根本不是我想做的 所以我就自己就出来创业 岳父呢也给我帮了不少忙 但是起步的时候总是非常非常的艰难 这情况是 担惊焦虑 人在疲惫的时候 就是容易对感情 有所倦怠 但一如呢恰恰又是一个 对情感非常有执念的女人 所以我想我们的矛盾可能就是从这开始 那段时间我努力地想改变 但什么我也改变不了 如果人有原罪的话 我相信这就是我的原罪 在这个时候 另外一个女人进入了我的生活 你说的是李婉柔吧 她说她理解我 愿意分担我的痛苦 我呢 就没有控制住我自己 其实我特别后悔 我甚至觉得我比以前更痛苦 我这么说你是不是会觉得我不负责任 是咎由自取呢 你就是咎由自取啊 可能你那会儿的处境很绝望 但是 你那样去面对 去对不起你的太太 又不能解决问题 还给你惹了很大的麻烦不是吗 有一个秘密 我从来都没有跟人说过 其实我早就跟易如离婚了 但是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所以这些年我一直背负着一个出轨男人的骂名 我不敢刺激一辱 我又想保护穆家 所以就这么一直满到了今天 我有时候想想我真的觉得 就像你说的 我就觉得我生活在地狱里边 你不是总喜欢说要反抗吗 现在你不想反抗了 要放弃我 那就像你刚才说的 那都是一些书上的漂亮画 反抗什么 怎么反抗 我根本不知道 书上不是还有一句话吗 反抗 虽然不能解决一切 但至少可以面对一切 虽然不能解决一切 去哪儿啊 有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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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人 就咱俩 就咱们俩 我是谁来着 你是井底之蛙吗 凤杰一中来的吗 你是地狱里的可怜虫 可以 你认识我 我认识你 你不就是开书店的吗 可心计的书店快倒闭了 那我也认识你 你不是跑去跟人结婚 然后被甩了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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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停了 许停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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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